甲午战争就像一场噩梦 噩梦虽然过去了 但是阴影却持续的笼罩在大清国的上空 在这场噩梦当中 受伤的是全国人民 受伤最深的还是光绪和李鸿章 这些有强烈时代责任感的人 尤其是光绪 自打中国战败之后 光绪是日夜忧愤 既恨日本的强横野蛮 也恨自己不能控制朝政大权 如果中国是败在西方列强的手底下 光绪还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这次击败大清的是弹丸小国日本 在光绪的印象里边 日本从来就不比中国强 怎么突然之间就这么强大了呢 光绪开始反省了 他不能允许自己做王国之君 所以必须得自强 光绪虽然天性有仁弱的一面 但是骨子里那是非常要强的 甲午战争之后 中国变成了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 西方列强纷纷把魔爪伸向中国 不断在中国发展势力范围 面对这个局面 光绪陷入了深深的危机感之中 为慈禧太后画像的美国女士卡尔 是这么描述当时的光绪的 之前光绪皇帝对国事没有太多的主张 而对于中国将来之进步 亦莫不关心 中日一战而后 中国割地赔款莫大之耻辱 光绪皇帝如梦初绝 凯然以发愤自强为己任 故中日战前于战后的光绪皇帝 不斥判若两人 那么如果说甲午战争之前 光绪还能容忍慈禧把持权力不放的话 现在的光绪皇帝已经完全不能容忍 这件事情的发生了 慈禧如果能把国家治理好 那练权就练权吧 可如果他把持朝政 把国家带向不归路 那是万万不可行的 那要救国图存就必须得变法 光绪一向是害怕慈禧的 可是这时候 一股强烈的责任感 赐予了他莫大的勇气 但他还不敢直接向慈禧老妃 表达自己的心意 而是找到了慈禧的心腹一框 让他转告慈禧 说我呀不能做亡国之君 如果不能把权力交给我 我宁愿退位 我不干了 那这光绪呢 等于是向慈禧摊牌了 如果不把权力给我 不让我变法 我这皇帝我不做了 慈禧虽然说不愿意放权 可是事到如今 自己搞了一团糟啊 再不放权 那是真说不过去了 没办法 无奈之下 慈禧只好点头 但是他告诉光绪 说施行新政不是不可以 但是不能违背祖宗的大法 再怎么改革 也要保证我们江山 得性爱新觉罗 他的意思就是 我可以让你搞新政 但是你的所作所为 必须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 光绪的违心思想啊 咱们都知道 深受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 这里还得说说 公秦王义心 变法还没开始 这个昔日主持洋务运动的领袖 就去世了 晚年的义心呢 变得非常的保守 他对变法呢 持有相当谨慎的态度 他知道光绪的变法太过激进了 将来刹车呀 可能有点困难 所以呢 他担心变法变到最后 中国会变成啊 民主共和国 而不再是爱新觉罗的江山了 就在这一年的义心去世了 这对维新派来说是个好事 但是也是个重大的损失 如果有一心在 或许变法不会那么快收场 1895年 康有为发动了一千多个举人 然后呢 这个联名上书光绪黄的变法图强 这就是咱们历史书上学过的 有名的公车上书 当时保守派啊 扣留了这份上书 康有为其而不舍 又给光绪上了一刀奏折 经过重重的阻力 这封信终于递到光绪的手头上了 光绪看了康有为的奏折之后啊 那形容叫如遭惦击啊 康有为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举人 打小呢 就被视为神童 没想到后来发展呢 很不顺利 没能步入仕途 那康有为呢 选择了教书 慢慢的名气就越来越大 其中包括呢 一个叫梁启超的年轻人 梁启超啊 是康有为的得意门上 师徒俩人呢 都是一流的宣传家 甲午战争之后 在光绪的支持下 他们办了一份万国公报 这个报纸呢 是指在宣传新思想 当时袁世凯啊 也是一个对新思想热血沸腾的人 他受清廷的委托 正在主持练兵的事宜 一步一步的掌握实权 1897年 德国占领了焦州湾 康有为借这个机会 再次上书请求变法 主张效法明治天皇 和彼得大帝 进行剧烈的军政改革 康有为还强调 变法国家才能保全 不变法一定亡国 变得越彻底 国家就越强 只变一点点仍然会亡国 康有为呢 还建议为了保证变法 妥善执行 应该设立一个叫制度局 这么一个地方 在制度局下边呢 设立12个分局 法律局 税记局 学校局 农商局 公务局 矿政局 铁路局 邮政局 造币局 游历局 社会局 武备局 光绪远想召见康有为 却被朝中守旧派的大臣给阻挠了 根据清朝的规矩 受皇帝召见的大臣 必须得是四平以上 光绪没办法 只好让总理衙门 先接见康有为 接见康有为的是 翁同和 李鸿章等人 翁同和是非常欣赏康有为的 他曾多次呢 在光绪衍门前 推荐康有为 说这个人这个能耐啊 大 是自己的十倍 康有为到了总理衙门之后啊 一点也不慌忙 侃侃而谈 好像自己个儿啊 真格的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 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年似的 李鸿章啊 就在一边冷冷地听着 可翁同和呢 不时地微笑点头 砍完了大山之后啊 康有为递给李鸿章一封书信 说是呈给皇上的 光绪拿到康有为的文书 哎呦 激动的呦 叫热泪盈眶啊 康有为提出了一揽子计划 最后呢 还说自己啊 实在不忍心 看到崇祯掉死眉山的事情 发生在今天 所以斗胆写下这些激烈的言辞 康有为这话 如果是对朱元璋说的 搞不好是要满门抄斩的呀 可是光绪呢 看到这样的话 不但没觉得被冒犯 反而认为康有为这个人呢 赤胆忠心 不顾个人生死 这样的人正是朕需要的人才啊 光绪在心里边感慨 光绪决定说不行 我不管怎么着 我都得召见这人才 1897年6月15号 康有为赶往颐和园 第二天 光绪在仁寿殿召见了康有为 康有为在前驱 觐见光绪的路上啊 碰上了当时掌握军权的荣禄 荣禄是一向瞧不起 康有为夸夸其谈的姿态的 联机带讽的就说了 说先生一肚子没水 请问有何救国良策呀 康有为呢不卑不康 说只有变法 荣禄冷笑一声 变法说的好听啊 但一两百年流传下来的组织 能够说变就变吗 康有为终于怒了 杀几个一品大员就可以变了 荣禄一听着心里一哆嗦坏了 这个人要是得了事了 只怕我们这些元老都得遭大殃啊 光绪接见康有为之后呢 君臣二人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事后呢 光绪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张经上行走 并授予他专折直奏的特权 光绪呀 就召见了康有为这么一回 以后呢也没有机会再召见了 他们呢一直是通过奏折联系的 1898年6月11号 光绪帝颁布定国事照 正式宣布变法 这份诏书啊 是维和派和慈禧太后妥协的产物 但是无论如何 这已经是一个进步的好兆头了 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百日维新 就这么开始了 发布了维新诏书 光绪就跑到伊和园里跟慈禧报喜去了 慈禧老佛爷 似乎没有太多的喜悦 只是面带微笑点点头 悠悠地说 说是 这变法呀 固然是个好事 但是有三件事千万不能忘咯 第一 变法不能操之过急 任何事情 决策都要深思熟虑之后才能行动 第二 万变不能离其宗 再变也不能变天 不能变了江山 第三 要多用那些老乘持重的老臣 不要轻信那些花重取宠的小臣 光绪这边唯唯诺诺地点头 心里却很反感那些守旧的老臣 特别是像李鸿章这种 光绪很明白 自己要站稳脚跟 必须得提拔一批自己的人 除了康有为之外 还有后来的戊戌六君子 光绪得到了慈禧的云准 将康有为的册子复印多分 每个大臣发一分 这次改革可以说是非常激进的 几乎涉及到国家的方方面面 经济改革有70多项 政治改革有90多项 说实话 这么多新政接二连三出台 就是连光绪自己都觉得眼花缭乱 看到这么多新政同时出台 慈禧感觉又 这事悬了 他担心的就是光绪这个忙劲 过分了 做一个有实权的谎点 那说起来那就是爽 四天之后 光绪罢免了对新政 缩山道寺的礼部官员 你要知道慈禧在此之前 叮嘱过光绪 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 必须由自己裁决 听说光绪敢私自罢免 二品以上官员 慈禧很愤怒 光绪心里开始感到害怕了 慈禧决定给光绪点颜色瞧瞧 慈禧首先免去了帝师 翁同和军级大臣和内阁大臣的职务 让荣禄取代翁同和 这一招太阴狠了 因为翁同和是帝党的核心人物 罢免翁同和就等于是给光绪来个釜底抽薪 慈禧这个做法 给光绪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他很担心慈禧接下来会搞掉自己 光绪紧急召见谭思同 让他将自己的困境转告给康有为 让康有为赶紧给出谋划策 康有为对光绪很是忠心的 听说皇帝的困境 马上就想办法去了 最后出了四个主意 第一 学习日本的明治天皇 皇帝应该在全国选一些忠心耿耿的勇士 由皇帝亲自统领 这些勇士既可以保护皇帝 在非常时期又能成为先发制人的武器 第二 改务虚年为维新元年 以此彰显朝廷变法的决心 第三 剪掉头发 更改服饰 以此动摇守旧派的心智 第四 以寻幸的名义先到上海避避风头 防止慈禧出手 这四条主意 可以说是完全书生的纸上谈兵 没有一点的可行性 眼瞅着康有为也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来了 光绪这心情一天比一天焦躁 他仿佛预感到这变法会流产 而自己也将失败 这段时间光绪经常无缘无故的发脾气 在当时这种激进的变法 确实让许多人都感到很困惑 连一向支持维新的袁世凯 也觉得再这么折腾下去 这事可能要糟 新政就跟雪花似的 哗啦哗啦的往各地发 执行起来那却非常的困难 而各地的官员呢 都是传统的守旧派 对西方那一套啊 根本就是一窍不通啊 官员们不懂心法 你在让他们执行 你可以想象这事得有多难 百日文心的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 光绪先后发布了 一百八十多条新令 你可见他心情之急迫 但是咱们话说回来 欲速则不达呀 越着急 他可就越办不好事啊 到了这年八月份呢 京城里边到处都是留言 说这个慈禧啊 准备十月份带着光绪上天津阅兵 并且在阅兵的途中啊 趁机发动政变 然后呢把光绪皇上给废了 光绪听到这个传言之后 更加的恐惧了 这个时候的光绪啊 彻底乱了分寸了 连他的心腹大臣都不知道 他想干什么 他们经常看到光绪 莫名其妙的发火 有的时候呢 又一个人偷么声的在那哭 这变法最紧要的关头 光绪赶紧让康有为离开北京 光绪知道现在非常的危险 在他心里 康有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变法很有可能流产啊 但是只要这康有为还活着 或许将来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紧接着呢 光绪又紧急召见袁世凯 说实话啊 在心理上 袁世凯是同行和支持光绪的 但是光绪在这个敏感时期召见自己 他已经料到这个事情非同小可了 这样被慈禧知道了 那是大事啊 光绪见了袁世凯以后也没说套话 就问他 说你这兵练的怎么样啊 袁世凯毕恭毕敬 啊皇上 这个士兵们已经操练很久了 如果有战事 他们一定可以为皇上效力 光绪一听的面色稍有舒展 就问袁世凯 平时是怎么练兵的呀 袁世凯就杠的怎么练兵的 是吧 光绪接着又说了变法的事 问袁世凯 说你怎么看呢 袁世凯很激动 这皇上做的那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 这各方面一打探 一看 哦 这袁世凯是站在自己这边 光绪放心了 接着光绪就忽然提到了一个 让袁世凯害怕的问题 说袁爱卿啊 如果我把统领军队的重任托付给你 你能保证绝对效忠于我们 袁世凯一听 知道光绪画六花啊 赶紧哭通一声鬼捞在地 啊这个微臣只要一息尚存 一定誓死为皇上效力 光绪没多说 只是用一种奇怪的眼神 看着袁世凯 你明白我的良苦用心吗 我的处境 你应该是理解的吧 袁世凯抹着头上的汗水啊 微臣一定见机行事 这皇上的意思 微臣完全明白 康有为也听说 袁世凯支持光绪了 又给光绪上了一道奏折 请求光绪杀罚决断 干脆就来个宫廷政变 包围颐和园 把自己轰下台聊事 没过多久啊 朝中就有人弹劾康有为等人 光绪一听就知道 坏了大火临头了 他知道自己啊 暂且还不会有事 而康有为呢 只怕是难逃一劫了 光绪就让人密告 康有为 说赶紧往上海跑 康有为得到光绪的秘语 顿时眼泪就流出来了 和爱国青年们呢 开始抱头痛哭啊 康有为说了 说皇上处境都这么难了 还不忘关心微臣的安危 像这样旷古明君 事件是少有的 如果咱们这时候逃走了 还算什么微信导师啊 大家一起 是吧 来商量商量 看咱们营救皇上 在这些青年当中啊 有一个实力派人物 就是徐世昌 他是袁世凯的心腹好友 几个热血青年说 说我们哪也很想干一票 可惜我们手里没兵啊 康有为很得意 拽出一封信来 加加加加加 这是袁世凯给我的信 上面写着了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这不就有兵了吗 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找一可靠的人 去联络袁世凯 谭世凯一听 光着一声站出来了 说这任务交给我了 谭世凯虽然是官僚家庭出身 但是浑身上下 咬这么一骨子 任侠豪迈之气 他找到袁世凯之后啊 也没多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 现在皇上处境很危险 只有阁下手中有兵 你干还是不干吧 对袁世凯很吃惊啊 虽然很吃惊 但心里是支持光绪的 他表示这个计划 这个有点过于冒险了 那不如选择一个 更稳妥的政变计划 根据袁世凯的意思呢 最好是等到慈禧和光绪 到天津阅兵的时候 再动手 自己到时呢 可以以保护皇帝为名 当场诛杀荣禄 然后呢再囚禁慈禧 到时候朝政 就由光绪一人说了算了 谭世凯一听啊 觉得袁世凯这个话 确实是有道理的 就把他的意思呢 转告给康有为 康有为也同意了 袁世凯回到天津之后呢 立即准备武器弹药 准备大干一场 但是袁世凯啊 低估了对手的势力 光绪秘密召见他的事 早已经被慈禧给知道了 袁世凯在天津的所作所为 似乎也为慈禧所知 慈禧给荣禄下了四刀命令 让直立提杜涅士城 带领一万七千人 驻扎在陈杰沟 如果袁世凯有异动 这支军队将第一时间 进行阻挠袁世凯的行动 前后呢 慈禧调集了四万八千人 拱卫京城 加上从山海关到北京的驻军 一共是十三万人 而袁世凯的新军不过才七八千人 袁世凯看到慈禧的举动 明白了 这个女人 为什么能稳坐江山几十年呢 光绪虽然授予了 袁世凯直接杀荣禄的权力 还容许袁世凯杀完荣禄之后 直接取代荣禄 成为直立总督兼北洋大臣 但是袁世凯 已经没有击败慈禧 和荣禄的希望了 9月21号 慈禧正式对光绪皇下手了 慈禧以光绪的名义 发布了一道余旨 称说皇帝生病了 不能理政了 自己将再度临朝训政 接着宫里传来消息 说光绪被囚禁在中南海迎台 然后慈禧当着文武大臣的面 就开始说了 说这个公部候补主使康有为 结党营私 胡言乱政 着立即革职 即刻派人缉拿康有为 和他弟弟康广人 交由刑部治罪 听到光绪被囚禁 康有为和梁启超 在第一时间逃到了海外 9月23号 光绪带着文武大臣 在秦政殿 贺喜慈禧训政 慈禧在大殿上 反复质问光绪 康有为所说的 文元补后 究竟是怎么回事 光绪不敢如实回答 只好说是违心派 不懂事 胡乱说的 慈禧很愤怒 下令把张映桓 徐志敬 杨瑞 杨申秀 林旭 谭思彤 刘光帝等人 革职 交由刑部审讯 谭思彤 听说要缉纳自己 非常的淡定 当时有很多人 让他赶快出逃 可是谭思彤 却镇定的说 说每个国家变法 都会流血 不流血 怎么可能变法成功呢 现在中国要变法 有没有人愿意流血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变法失败的原因 这第一滴血 就从我谭思彤的身上开始 9月28号 慈禧下令 将谭思彤 杨瑞 刘光帝 林旭 杨申秀 康广人 六人 斩首逝中 在狱中啊 谭思彤写下了一首 流芳百世的绝命诗 望门投旨 死张俭 人死须于 百度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取留肝胆 两昆仑 物须六君子 不用说 那全部都是爱国志士 行刑是神色坦然 面无俱色 围观的人也掉了眼泪了 可是他们却意气高昂 深信自己的鲜血 一定会唤起沉睡的国人 此后这政权就完全掌握在慈禧的手中了 光绪的政治前途完全毁掉了 慈禧也不玩那套了 干脆把那道帘子一撤 跟光绪一起坐在大殿上临朝 大臣上奏的时候 光绪坐在边上就当花瓶 不准说话 除非慈禧示意他说 行你说说吧 他才能说话 退朝之后呢 自有人把光绪送到营台去 这可怜的皇上啊 一天24小时都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中了 到这儿 光绪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木偶了 有事的时候 慈禧会让他出来撑个场面 以示啊 你这皇上活着呢 一切都挺好 没事的时候赶紧回营台 我老师趴在那步行动他 慈禧本来也准备收拾袁世凯的 后来袁世凯的顶头上司 荣禄给他求情 说现在咱们国家正是用人的石花 袁世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还是让他戴罪利公德了 慈禧一听也好 留你袁世凯一条小命 反正现在也没有人 可以再动摇自己的权威了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